你有没有在下一夜抬头望过银河? 那些星星看似安安静静挂在天上, 实则正以每秒几百公里的速度在宇宙里狂奔。 更让人吃惊的是, 我们的银河系早就被两个邻居盯上了, 一个是远处的巨无霸仙女作星系, 一个是近旁的小跟班大麦哲伦云。 2025年, 哈勃望远镜捕捉到的画面震撼人心, 仙女作那层看不见的暗物质外壳 已经悄悄蹭到了银河系边缘, 而大麦哲伦云正踩着加速踏板朝我们冲来。 这场跨越百亿年的宇宙约会, 到底谁会先和银河系撞个正着? 要弄清答案, 得先看看这两位追求者的底细。 仙女作星系M31 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巨型螺旋星系 一直被视为最危险的碰撞候选人。 2025年3月, 哈勃望远镜的观测数据 揭开了它的小动作, 一个直径200万光年的暗物质光运 正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逼近, 边缘已经越过两星系的中线, 和银河系的光运 缠成了一张巨大的引力网。 这种光运交融 就像两艘远洋巨轮在雾里相遇, 船身还没碰到, 雷达波已经先搅在了一起。 天文学家在仙女作的悬臂外侧 发现了一缕朝夕尾, 那是被银河系引力拉出来的 蓄状恒星带, 简直是宇宙提前写下的碰撞预告信。 但这场看似板上钉钉的宇宙约会, 却在2025年6月突然出现了变数。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团队 在《自然天文学》上发文说, 结合盖亚望远镜和哈勃望远镜的 最新数据,银河系和仙女作碰撞的概率 从几乎肯定降到了50%。 问题的关键藏在被忽略的第三者 大麦哲伦云身上。 这个绕着银河系转的矮星系, 质量虽然只有仙女作的1%, 可它的引力影响以前从未被纳入 高精度模拟中。 研究人员用超级计算机 算了10万次才发现 大麦哲伦云的引力 像跟隐形的牵引绳 拽着银河系改变了轨迹, 让两大星系错过正面碰撞的几率 大大增加。 更有意思的是, 仙女作自己也在被三角座星系拉扯, 三个星系形成的引力三角 把碰撞预测变成了一道复杂的谜题。 仙女作的威胁刚变得扑朔迷离, 大麦哲伦云道露出了更紧迫的锋芒。 2025年4月, 日本名古物大学的天文学家 追踪了小麦哲伦星云中 7000颗大质量恒星, 发现这个小星系 正在被大麦哲伦云的引力撕碎。 边缘的恒星往反方向跑, 星际气体乱成一团, 就像被强行扯开的毛线。 这一幕暴露了大麦哲伦云的力气有多惊人, 而它离银河系只有16万光年, 是仙女作距离的十六分之一。 赫尔辛基大学的模拟给出了明确答案, 未来20亿年内, 银河系和大麦哲伦云的合并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比和仙女作的潜在碰撞 至少早了30亿年。 这种仙吞小的, 再碰大的的顺序, 其实是宇宙里的常态。 矮星系被大星系吃掉, 就像自然界里大鱼吃小鱼一样普遍。 大麦哲伦云带着大量氢气, 合并时会被银河系的引力压缩, 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恒星爆发潮, 就像网烧的正旺的篝火里添了一大把柴。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暗物质成分, 计算机模拟显示, 这些隐形物质撞进来 可能打乱银河系的引力平衡, 让银芯的超大质量黑洞苏醒, 喷发出强烈的伽马射线爆。 不过我们不用慌, 恒星之间的空隙大得很, 两个恒星撞上的概率 比在沙漠里找到同一粒沙子还低。 就算地球那时还在, 顶多是夜空中的星星排列, 换了个好看的图案。 但所有这些预测 都踩在一个关键的垫脚石上, 我们对暗物质的理解。 2025年10月, 沃泰华大学的 拉金德拉古普塔 提出了个颠覆性想法, 给这场碰撞谜题 又蒙上了一层物。 他在星系杂志里说, 暗物质和暗能量 可能只是宇宙幻觉, 真正起作用的是 随宇宙膨胀 慢慢减弱的基本力。 这个理论 用一个叫α的参数 把星系旋转异常 和宇宙加速膨胀 这两个难题给说通了。 要是这说法是真的, 我们以前算的 星系质量全得推翻, 仙女座可能比看起来 轻30% 大麦哲伦云的引力 也可能被高估了。 古普塔的模型 还拉成了宇宙时间线, 说不定星系碰撞的 实际时间 比我们算得要晚得多。 科学界对这个理论 争议很大, 毕竟它挑战了 支撑现代宇宙学的 λCDM模型。 但这也提醒我们, 人类观察宇宙 就像物理观星 能看到的实在太少。 2024年8月, NASA发布的模拟动画显示, 即便银河系 和仙女座真的相撞, 最终也会在15亿年内 融合成一个 叫Milkameda 的椭圆星系。 恒星会在 引力的作用下 找到星轨道。 这哪是毁灭啊? 分明是重生。 就像几十亿年前 银河系 吞噬盖亚星系那样 碰撞本就是 星系成长的 必经之路。 回到最初的问题, 银河系究竟会 撞上仙女座 还是大麦哲伦? 答案其实是 两个都会撞, 只是时间早晚。 21年后, 与大麦哲伦云的 合并几乎不可避免, 51年后, 与仙女座相遇的概率 则约为五成。 但在宇宙的 时间尺度上, 这个答案或许 没那么重要。 当我们讨论 百亿年后的未来时, 太阳早已演化成 红巨星, 地球可能已被其吞没。 若人类文明得以延续, 或许早已成为 能跨星系航行的 宇宙行者。 更值得深思的是 这场碰撞预测 背后的科学精神。 从哈勃望远镜 捕获的遥远光子 到超级计算机 万亿次运算, 再到敢于 颠覆旧理论的 大胆猜想, 人类正用 短短数十年的 生命跨度 去丈量 百亿年的 宇宙历程。 此刻, 仙女座的光运 仍在缓缓逼近, 大麦哲伦云的 轨迹持续延伸, 而我们对 宇宙的追问 也将在这 跨越时空的 观测与思辨中 永续传承。 或许未来某天, 新一代天文学家 会修正今日的结论, 但那份 对宇宙奥秘的好奇 终将引领 智慧生命 穿越星海, 亲历这场属于 银河系的 宇宙盛世, 而这或许正是 人类文明 最动人的意义, 以有限的生命 拥抱无限的星空。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影片 记得立即订阅, 狠狠按赞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视频道 sympt含